欢迎收看NIA新著名全球新闻网 我是中文主播洪崇凯 注意两痛一水 一百位新住民母与关怀姐妹 全台各中小学9月1日开学 台湾疫情爆发至今仍尚未趋还 教育部宣布全国中小学开学日延后到9月1日 让校园做好防疫消毒准备 共同守护教职员与学生的健康 变种病毒侵台 入境隔离普塞 指挥中心宣布强化入境台湾检疫措施 7月2日起 所有入境旅客皆需三次筛检 重点高风险国家 韩、印尼等七国入境者 安排集中检疫所裁建 其他国家入境者则在机场裁建 变种症状曝光 注意两痛一水 DELTA变种病毒已入侵南台湾 英国研究近日公布感染DELTA病毒症状 40岁以下患者最常出现头痛、喉咙痛及流鼻水 40岁以上除了头痛、流鼻水 比较常见的症状是发烧 100位新住民 母语关怀姐妹 新北市发起新住民关怀姐妹活动 邀请来自七国的新住民打电话关怀姐妹 这群新住民们引用母语讲述防疫重点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